猜一个 这猜一个 双鱼跟双子 我真的是不一蟹 这猜一个 水瓶座 我像水瓶座的吗 水瓶座他们不都说天马行空 是脑子里整天就想一出事 那有什么星座你说吗 处女座了 处女座 你知道我上任是什么星座吗 处女座 有点了解吧 就是 不怕 我觉得星座对我来说 只信一点点吧 其实真的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是什么做都对啊 其实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要认真的追你 我就会对你负责 我说我既然选择了认真追你 我就会对你负责 你真的要认真追我 对 因为我觉得 遇见了一个人就要好好的去 珍惜他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答应请吃饭吗 你说 因为你真的很厉害 你连续等了我好几天 对啊 这叫什么呢 执着 但我不知道这个执着是对还是错 就很多男生他会说 但是他不会做 就是他嘴巴可以说的 就是说很动听 我喜欢你怎么样 可是很多时候他会放弃 就只不在于说的那一步 就是还没卖出那一步就已经放弃了 但你是真做了 所以我还是有被你 被你打败了 是被我感动了吧 小小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爱不一定是感动 现在我也有一点好奇 就觉得哎 你真的还会去做吗 结果哎 你还要真的去做 对啊 因为我不想错过你 我觉得我错过你呢 就错过你一辈子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想错过你 自己爱的人 虽然说我现在谈不上爱啊 但是我觉得 通过我们之间的慢慢相处 这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好好的相处 然后磨合 我觉得 我相信我们能有好的结果吧 因为我现在谈恋爱肯定是以结婚的目的了 不是说去玩玩了 因为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可能因为上一段 我觉得上一段感激着你 伤还挺大的 感觉到了 我正想这么说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但是呢 现在其他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因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对吧 你这样吧 来 你对着 江边来许个愿望 你把这个愿望说出来 然后我会让你实现 可以吧 来 大声的说出来 你想要什么愿望 我希望 大声一点 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开开心心 这个 你再说个愿望 就能够我能够帮你实现了 我觉得每天能开开心心能实现就很棒了 真的 那接下来 我会让你每天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可是真的开心很难 有假开心和真开心 真开心我觉得特别难 因为我觉得吧 人都是有喜怒哀乐 对吧 但我觉得你选这个 你选的这个愿望 城市这么大 有很多很多人 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有真开心 确实 你看那个月亮 他在干嘛 你知道吗 他没有缘 是因为他现在不快乐了 为什么他没有 快乐 但是我觉得吧 任何东西 残缺美才是美 对吧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 包括人 但我觉得吧 我认识你很开心 我认识你很意外 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每天开开心心的 真的吗 你真的把我也带进去的是吧 那我希望你的规划有我 来我们边走边聊吧 我希望这个夏天 有你的陪伴 有我给你的快乐 我希望我们要开开心心 对不对 来 给生活比个夜 夜 哈哈 你超可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时间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穿这样的衣服 特别美 放屏 这个风景很美 风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起散步 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 怎么啊 我就知道你 我跟你说 你这么了解吗 来这一散步还是很开心的 嗯 来杭州 说实话真的很少来这里 其实我觉得江边真的很舒服 这边特别浪漫 而且这个江边的风吹过来 很舒服 小橘子我喜欢你每天开开心心的 怎么了 怎么了 被你吓到了 你这个意思吗好像 那我发自内心说的呀 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旁边还有别人的感受 我不考虑别人 我的心里只有你 他还要不要 你 我发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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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发自我发自你